2012决战大台湾 台湾一天一样 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美国洛杉矶千之锋电视平台 现在你收看节目是千锋政治台 曹长青先生在我们美国桥社这边 一向非常受到大家的重视 从李登辉引降到陈水扁 他陆陆续续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演讲 许许多文章 说深获我们台美人台桥 大家一致的推崇 在这边他今天有一篇文章 我在台湾海外网看到的 一篇文章 是这边叫做 蔡英文会输给马英九的三个原因 我把它列印出来了 这个三个原因 我看这篇文章以后 我觉得有点疑惑 就疑惑是说 这篇文章看起来 跟曹长青先生以前所写的那么多文章 有在开放杂志里面 分析事情编辟录理 讲的事情条条都非常有道理在 今天他讲这三个原因 看起来不太像是 曹长青先生文章的水准 这里面我觉得有点奇怪了 一开始这里面还提到一个说 他用排除法 把三个候选人 李秀莲 蔡英文 他用排除法 就把李秀莲先排除掉 然后再讲三个蔡英文不适任的弱点 但是第三个苏正张 他并没有排除 因为苏正张后面还有李远哲 还有林医雄 都给选择 为什么没有排除掉苏正张 这里面是不是文章里面 带有其他的意义在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郭树仁先生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都知道 郭树仁先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讲到很多事情 那以后都应验了 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 我也非常清楚 他是非常赞成蔡英文就出现的 那既然曹长青先生 他提出反对的意见 那我当然请一个赞成他来 我们来平衡 大家来了解一下 我们都很尊重大家的看法 只是我们现在论坛 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 所以郭先生你好 李大哥你好 各位前日锋的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就直接破题 是是 那曹长青先生这边第一个理由 就是蔡英文的政治理念不清晰 我上次庄瑞雄来的时候 我有问他 因为这是五处大选 候选人通通不提到 国家定位问题 只讲民事问题 蔡瑞雄他就说那是因为地方选举 所以那我说那这个话 你这个白皮书 对中国真的白皮书 他说现在的智库正在弄 以后会公布 所以第一点请教你 蔡英文理念不够清晰 这是曹长青打的第一个重炮 那你对这个一点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蔡英文真的理念不够清晰吗 还是你的看法呢 OK 我长期在这个绿营里面 我也常常在这个LA做一些评论 我觉得就是说蔡英文的话 我是很早就注意她了 我敢讲我是可以到网上去 看了她很多 就是说现在网路很发达 她在网上接受人家访问 然后她的这个对答 我觉得没有说 我没有感觉说她是理念不清晰 当然你今天如果说你的文章给她缩小到说 说独派的那个只拿一句话 说什么要不要独立 或者是什么一边一国 或者是这种东西来做这种挑出来 用一句话来否定她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粗糙的做法 比较粗糙 比较粗糙的做法 但是一个政治人物 假如说带领一个国家的话 他必须要有带领群众的一个口号 或是一个方向 让大家看到阳光 那蔡英文这边好像是 看不到这个强烈的阳光 是这样子 蔡英文的这个风格 为什么 我想讲为什么很多一般大众 就是说在民间 支持蔡英文的声浪很高 就是蔡英文的话 它的特点的话 就是说非常稳健 然后她的这个 就是说发言 她的这个逻辑 逻辑的很严密 他也不会说 不会像传统的 蓝银或绿银的话 就是说一讲起这些东西 就是火冒三藏就对干 就先否定对方 它都不是这种风格 所以它是一种 不是传统的绿银政治人物的风格 所以说很多人喜欢她 那假如是说 照曹上青先生说讲 蔡英文的政治里面不清晰的话 那我请教一个问题 为什么黄昭堂 这种强调这个台独的人 会公开记者会要支持她 假如她不清晰的话 为什么要支持她 这里面有美港吗 有有有有 有美港 因为我讲 我在这个这个 这个绿营里面的话 我算算的 我是算比较晚辈的 跟黄昭堂他们算比较晚辈 我晚辈的话 我也20年了 我对他们以前的这些故事 我也了解很多 因为海外很多老前辈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现在台湾有个现象 那个我们的老前辈 他的讲话 像比方说 再举个例子 像张灿红 他们讲话 反而是非常理性 反而变得温和 早期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话 那个那个时代是一个 就是冲撞的时代 对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样子 如果说照他们 照这个长青兄的话 分析五都的话 说你因为你是 理念不清晰 所以输了 好 那我可以反问一下 建国党 为什么现在不在了 为什么泡沫了 建国党当初成立的时候 那都是依识之权 比一边一国连线 这些人强很多 大家可以去讲 去想 有很多学者专家 都是一流 文章都是一流的 甚至于 甚至于你说理念 够不够清晰 甚至许世凯的话 我们晓得 那个 那个台湾的郑南荣 对不对 他会 他有一篇 他的这个自由时代 甚至于登了 那个 这个许世凯的 这个台湾共和国宪法 他们的理念 都是很清晰的 比现在人 我想还要清晰 他们 我想整个台湾的 一些理念 还有这个现实 怎么样去谋合 你要用什么方式 他们现在 这些老前辈都想到了 说我们以前那个方式 可能 可能就是说 达不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改 一个温和的方式 所以说 所以说这些老前辈 来挺蔡英文 蔡英文的话 他真的抓到了 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 这个 一般老百姓的想法 一般老百姓 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 你蓝绿互杠的话 谁也达不到 互相的目的 所以必须你要 就是说 能够 想办法 用什么方式 来 来拉到 最大多数 所以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网络作家 他提出 提出一个什么 提出七五共识 不是有很多人 讲什么共识吗 他说 你不管蓝绿 你的基本盘 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五 才能达到你的 你的统一 或者你的独立 所以蔡英文 都有思考这个东西 那今天你如果说 用说一边一国连线 用这个来批的话 我想是一个很 比较一个 一个少数的 一个想法了 我觉得这个是 不是大众的想法 不是一个主流 不是主流 不是主流 所以他说 这个政治理念不清晰 对于台湾南部 这边的票 很多人不会被感动 帮我出来投票 有可能吗 那你这个讲法 我觉得是 你帮了台湾南部 好像就是说 以前不是南英说 说台湾的乡亲 是什么三低 他们是三高三低吗 我不认为 因为今天网络时代 年轻人 网络时代是怎么讲 世界缩小了 台湾说的更小了 南北会的差距更小 所以说 尤其是年轻人 几乎是说 你北部南部没有差别 所以你认为说 南部的乡亲的话 还是像以前那样子 所以你不同意 曹先生的说法 我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好 那第二点 他说蔡英文缺乏辩论能力 因为他举了蛮多例子的 说什么要辩论 他就拒绝辩论 独立伦要求辩论 拒绝辩论 这次李秀莲 他不是要求增加辩论机场吗 很像是民进党 党中央 那很像是也没有说哈 也没有说一定要多辩论机场 那这个李秀莲的建议呢 是说像台湾那么多乡镇 你应该一个一个乡镇去辩论 让更多人去了解 好 那很像党中央这方面都拒绝了 那这是不是因为蔡英文辩论能力差 所以他拒绝呢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举欧巴马 他说欧巴马还会辩论 一次辩论下去 欧巴马就赢定了 那所谓辩论是要把人打趴 才叫辩论成功 还说台湾是一种特殊状况 那辩论是比赛吗 还是阐述理念呢 这是他辩论定义在哪里 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一般的学校辩论比赛 跟这个总统大选 或者是市长选举辩论 完全不一样 你如果说用传统的这个理论来讲 谁在说好 马英九辩论赢了 这个五都 那个时候马英九跟这个小英辩论完以后 我听到很多民间的声音 认为是蔡英文赢了 他们的什么想法呢 他说蔡英文很明确的 帮他的一个政策 或者一些想法来告诉 就是说这个大众 反倒是马英九 人家说他的辩论有点阿扁话了 就是说攻击 然后嬉皮笑脸什么的 你感觉上好像赢了 其实是输了 以长远来讲的话 蔡英文用辩论给传递了一个信息 说民营党是很稳健的 不是说一定要跟你骂 不相骂的 这个是能得到一些比较大众的一些认同 所以我认为说蔡英文 他的那次辩论从这个长远来看 如果说是斗嘴的话 也许没有讨到好处 长远来讲是加分的 这里面文章有写 所以说蔡英文 这个 ECFA的问题跟蛮久辩论完以后 第二天台湾 预测证据的未来实现交易所上的蔡英文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股票价值跌了7美元 那你刚才讲说大家认为蔡英文民间是赢的 那之前交易所就跌7美元 跟你完全看法不同 你看他那个时候当下跌了7美元 当然也有这个媒体效应 对不对 蔡英把媒体机关全部打开 对不对 有点媒体效应 你到今天 你这个交易所 再来做同样的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回去了 还是说返回去7个还要更多 对不对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讨论的 上次那个投家来开讲 访问李秀莲 他们做个现场的电视投票 就是打电话进去 我觉得蔡英文赞成蔡英文的高达41% 相对于其他民进党那些候选人来讲的话 那谢长廷大概只有7的样子 我记得 是是是 整个比起来 蔡英文还是最高的 所以这次电话投票结果跟曹上钦先生 看法不一样 是不是曹上钦他看法有这个过人之处 这个能够启发众人的迷思 还是说 这个投票正确是对的 而常常今天是看错眼的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这个民调有两种 一种是就是说政治人物的民调 一种是真正就是说老百姓 真正就是说什么派系都没有的民调 最近网上传一个民调 说这个有个叫林怡正的 郭宽敏的执行长他传一个民调说 说那个民进党的内部民调 苏贞昌已经超过小英了 结果民进党的话 就是说这个发言人蔡文参说 我们根本没做过这个民调 那符合这一个说法的话 有哪些人呢 有郭正亮 有游云龙 这些 那我们如果说你很懂台湾政治人 你一看就晓得嘛 这些人已经在压保了 要不然就是好听的话是在压保 难听的话是被收编了 对不对 你难道就真的不晓得说实况是什么吗 你去问问你的邻居 我真的是做过田野调查的 你知道我就问那种 从来不在台面上 台湾来的朋友 我就直接问他问题 我曾经问一个问题 在五度以前 我问一个台南来的相亲 跟我一点都不熟 我说你对蔡英文的看法怎么样 他说蔡英文根本不应该去选五度 哎呦 他会这样子讲啊 我问过很多这种 所以我敢笃定 就是说 我的想法 我的预测的话 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了 那你说你的预测 还有一点的话你看 大众的预测 跟党的那些部分 政治利益的 有关系的人预测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不是 我本身 我本身也是这样子嘛 我本身没有派系嘛 也始终是说 你比方说 我们以前民进党执政的八年 有很多大官来 我从来没有说 站到大官旁边去照相 我从来没有嘛 我觉得比较跟基层比较接近嘛 那还有一点的话 你刚才破题的时候 你讲的是说 这篇文章可能有这个消去法 不是 不是有可能 是 曹永青说 我们用排除法 排除法 他首先就把李秀莲先排掉啦 那不是 那参事 因为有三个台面上人物嘛 李秀莲排除掉了 蔡英文有三大落点 那剩下一个苏贞昌 什么都没有提到啊 那我就说这篇文章看起来 好像是他 他蛮挺苏贞昌的啊 对啦 你刚才讲的 游英龙那些人 难听一点的话是被 收编 那你意思说 曹永青先生 他有可能被收编 这个我不晓得 这个我没有证据 我不晓得 我想游英龙他们 因为他们在那个 就是说民党里面打滚 打久了 你一看就晓得 因为曹永青是政论家嘛 政论家是不可能被收编的啦 不是 曹永青曾经讲啊 政论家啊 是最好跟他 一个评论者 最好跟一个就是说 这个存置政治运动的 或社会运动 最好这两个角色不要在一起 对啊 所以说 很可惜啊 分开嘛 对 很可惜 我们长青兄啊 一方面是评论 一方面跟有些 某些政治人物 可能走得比较近一点 我觉得这比较不太恰当 我为什么说 刚刚你刚说消去法的 我们讲就是说 这几年 那个长青兄在台湾 很受一些欢迎 而且实在就是 他有些评论是 就是说 就是说蛮 蛮偏僻入理的嘛 好那你看他 长青这几年 在台湾怎么批 批判政治人物 也是很不留情 你也可以用消去法 被他批判的人物 你可以消去消去消去 我知道他以前是 他有一个特色 我个人觉得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假如这个人他很好 你支持他 假如他真的有不好的话 你勇敢去批评他 我想这也是对的啊 但是后来 我听说有人啊 我最近上看了一篇文章 叫张汉费的 他写一篇文章 他写一篇文章 说是刘晓波的事件 是是是 所以把朝阳经痛批了一顿 批得相当难看 是是是 那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啊 敢讲敢骂 这不代表是背叛朋友吧 但是这种情形下呢 他今天他以前是 捧李登辉 后来又开始批评李登辉 那以前蛮捧阿扁的 对不对 那他现在还蛮捧阿扁 他还捧阿扁 对他也捧阿扁 所以这个来讲 我是认为一个政论家 政论家是一个 站在一个超难的角度 对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今天他讲这几个 第一个 蔡英文 理念不清晰 缺乏辩论能力 我们都讨论过 对不对 那你对这个 辩论能力 你认为他这个 独立的评论家 讲了辩论能力 这有关系吗 第三个 第三个还没讲 我说第二个辩论能力呢 辩论能力啊 还没补充的 我觉得辩论能力啊 那个 那个蔡英文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他你看他那个 他接受很多访问嘛 你看他怎么答题目 答得都非常得体 我讲实在的 他的特色就是 温温的 他不跟你讲激烈的东西 对他的设计是 就是说很低调 但是但是内容 外高 外高 他有保 他其实有很多原则 把握在那边 只是你们不注意 难怪台湾教授学会 要出来挺他 对 我想这些人 我想教授也不是傻瓜啦 台湾来讲 没有傻瓜啦 对啊 而且那知识分子 那个教授来说 很多浅男的朋友 都比较支持 都比较支持蔡英文 对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本身是一个跨族群的 我本身是跨族群 我大家都晓得 我从眷层出来的 我也是外读会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开创者之一 最早的 我现在 连我现在的话 就是说绿营男艺的朋友 还是很多 绿营的朋友 我敢讲 大部分支持蔡英文 男鹰的朋友 大部分不讨厌蔡英文 这个是我反映一些 一些基层 一般社会的情况 那其他 那浅男的朋友 他们会讨厌李秀莲吗 会讨厌蔡英文 我给你讲 但是他们是有些 就是说深男的 可能会喜欢 说哎呀他讲得还不错嘛 但是我讲浅男的不一定 不会说说浅男的不一定会说喜欢这个 那是不是这个黄昭堂他们这些人会出来挺的原因 是他有可能吸引到这些票 不是我觉得 上次我看到记者会他稍微有提的 这个是网站的网路上现在也很多 也很多这个意见领袖 他们讲说 因为因为怎么讲 因为你如果说 你要执政的话 你必须要超过50%吗 对不对 好这里面有一点 朱立伦几次提出辩论 蔡英文就是不敢应战 他用不敢两个字 那曹亭先生是不是掌握到了他不敢的原因 为什么讲不敢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他不是不敢 绝对不是不敢 你今天说他不敢的话 他怎么会又去跟那个 以前跟陈文谦也辩论过嘛 对不对 跟马英九也辩论过嘛 怎么会不敢跟朱立伦辩论嘛 朱立伦口才也不是怎么好嘛 对不对 不是不敢 其实蔡英文在新北市 已经建立了一个 就是台湾新的选举的模式 你看他讲了很多政策 事实上证明的话 他那一次选举是成功的 他讲了很多政策 对不对 李秀年就说他失败 连新北市对赢不起赢的人 他为什么要选总统 李秀年前几年还在比较 李秀年如果说 如果说他今天不是这个身份了 去做南营名嘴的话 是很适当的 跟胡中信啊 他们差不多的等级了 关键李秀年跟朝鑫金炮口还一致啦 所以蔡英文不行 不是我刚才有一段还没有讲 我刚才讲消去法的话 今天就是说我们长青兄啊 就是说对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就批评了你要消去 先批评李登辉 然后林毅雄也批评过了 谢长天也批评过了 游戏官也批评过了 你再去消嘛 看看谁没批评嘛 苏贞昌没有批评 可能阿扁可能 就是一个现象 因为阿扁跟苏贞昌理念清晰啊 政治理念清晰啊 不我觉得是这样子 独立的理念很清晰 对啦 就是说你如果说 光是一个评论者 你如果说这个 有些文章写在这个开放上的 没有问题 这绝对没有问题 但台湾这个地方 我觉得的话 蛮复杂的 不是说一个外来的朋友 能够了解那么多 对不对 对我觉得蔡英文不敢应战 用不敢两个字 我觉得这个要有证据 没有证据不能说不敢 这之家不刚辩论 一定有很多理由 但是你就用不敢这个字 来代表他不去辩论的话 我认为这对看文章的人 会有影响的 因为这代表你像chicken嘛 像小鸡一样嘛 你不敢动嘛 是不是 对好 好那我们进去第三个 第三个 长青兄的理由是呢 蔡英文的是女性身份 所以呢 在美国都选不上李总统 不要讲台湾了 所以他直接哦 讲是女性的身份 那这一点把李秀琳跟蔡英文都打掉了 是是是 又下去了 又下去了 只剩下一个男的可以选了 那我想 我相信苏生昌 苏生昌应该是男的啦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好 那我想 那你要问说 他这一点有没有道理 就是说这位女性 你台湾可能选出个女性吗 因为台湾先来看这边来讲哈 啊 台湾受日本和中国的大男人主义文化的影响 恐怕也很难当上总统 啊他他蛮蛮质疑的女性的 clusters 这是是是是你的看法 是我觉得哈 你这个 ah 啊 你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啦 你就讲答案嘛 我講答案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是問題 絕對不應該是問題 你不要說現在又幫以前台灣 以前說我們台灣或中國是很男性沙文主義 以前是有一個進步的 台灣已經在進步了 台灣可不可以打破 我覺得是可以打破的 我覺得時間也到了 為什麼我講我的道理 你剛剛舉個美國 美國是很平權的國家 你這個東西就搞得大家很混亂 我講一個很清晰的 我們常常講說韓國人 我們常常用韓國來比較 韓國人我們為什麼不能 我現在講不用韓國了 我們從亞洲 你先不要比美國 你從歐洲或者亞洲來看這個趨勢 亞洲我們看印尼 從南亞的印尼 印度都出過旅的領導人 然後再上來 然後再上來 菲律賓 菲律賓這個旅總統 第二個都已經做下去了 我以前跟那個藍營在辯論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在大概十幾年前辯論的時候 我太好辯論了 假如以美國來舉例的話 那些國家根本不可能產生旅總統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美國這個比較特殊 歐洲也是出很多領導人 德國不是 德國現在默克爾 對不對 很多的舉不勝舉 對不對 以色列的總理 梅爾夫人 都是女性嗎 為什麼台灣就不行嗎 對不對 為什麼美國不行 為什麼美國不行啊 美國如果說 喜來利這一次 贏了民主黨 可能就是她 對不對 喜來利這個運氣不好嗎 對不對 你不能說美國 美國你敢講不行嗎 對不對 你甚至於你政治人物 你如果說跟喜來利變成說 你因為女性 你可能不被接受 我跟你講 你另外這個 你的辯論資格 我看 馬上人家被否定了 所以我認為說 輪也輪到台灣 應該應該 對不對 台灣你什麼都 台灣就是說 新聞也很進步 對不對 什麼都很進步啊 對不對 為什麼女性總統就不能呢 你不能說不能嘛 對不對 你最少樂觀其成 我認為是可能的 我認為是絕對可能的 我也希望 2012是一個開頭 對不對 人家美國 美國很驕傲說 我們有個黑人總統 我希望我們台灣也很驕傲 我們有個女性的總統 好 那這樣講起來 長青兄的三個問題 你都蠻否定他的 不是我不否定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我的看法 跟他是 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但也許 也許出發點不一樣 不過他講這三個問題 理念不夠清晰 因為以前 蔡英文也沒有很明確的去表達 他所謂理念清晰的這個行為模式 因為 我相信 常青兄所有的理念不清晰的模式 這個方面 李大哥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我覺得 我是有立場講的 你看我理念多清晰 對不對 我以前外讀會就是外讀會 對不對 五一俱樂部就是五一俱樂部 我2002年 台灣共和國護照 我都拿了去用 對不對 我甚至於這樣講 你們如果說 用一邊一國來批判人家 我可以用台灣共和國來批判 一邊一國的人 對不對 我可以講說 我那個時候 也有人 你有沒有拿到我的這個申請表 你拿申請表為什麼不申請 我是不是就能拿那個來講你了 所以你理念不清晰 不能嘛 對不對 不能嘛 台灣那麼複雜 對不對 你有你的方式 對不對 你可以說高調一點 有些人是走這個體制外 有些人走體制內 對不對 這殊途同歸 對不對 現在已經綠營的這個民眾 已經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 大家 你用比較高調的 或者你用低調的 你用這個街頭 你用議會 大家都有個共識 對不對 要在台灣內部 內部這個要團結 對不對 因為中共是個很強的 很強勢的敵人嘛 大家都有這種共識嘛 不會說 不會說一天到晚炮口對淚嘛 是不是 好 各位鄉親 各位朋友 曹掌欣先生的文章 通常 閱覽率都非常的高 代表他在一般我們喬社呢 或是在台灣呢 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他今天提出了 蔡英文不適任的三個理由 那我們特別呢 請了一個支持 蔡英文的 一位民眾 就是我們 千鋒電視台 政治評論家 郭樹蓮先生 來到現場 跟大家講述了 他個人的看法 那這些看法呢 都存在於 朝鮮型個人的 也是郭樹蓮先生個人的 大家做參考 大家看看 假如你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想要講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上我們電視台來 表達自己的看法 我相信 大家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民進黨必須要贏 在2012必須要贏 不贏的話 馬英九他把台灣送掉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了 大家也看到 大學生為了喊莫利發革命 要喊自由 要喊正義 都被警察 相不相信我要辦你 連這話都講出來了 這像不像公安呢 真的太像了 所以馬英九繼續執政 台灣真的是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贊成 曹昀先生最後的一句話 他這邊呢 講說 2012年的大選是很關鍵的 如果馬英九再次拿到總統府 台灣的前途何其有從 真是不能開玩笑 對了 所以做一位中國的自由人士 講這句話 真的是如雷灌耳 真的是對的 但是呢 他對蔡英文三個不適任理由呢 相信很多僑界人 很多支持蔡英文的朋友 也不太認同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郭順先 跟大家講清楚 希望對大家對認清 要誰來當任 代表民進黨建交中大選 有更清晰的一個完整的一個 Picture在前面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也謝謝郭順先生 來到我們身邊 感謝感謝 謝謝 謝謝